因應武漢肺炎疫情衝擊 台灣已經有企業 開始讓員工減班休息 勞動部統計到3月3日為止 減班休息有49家公司 1951人 針對減班休息的勞工 除了既有的救濟措施 勞動部再推出 充電再出發計畫 每小時給予158元訓練津貼補助 參加職業訓練 最高可領到18960元 另外在薪資上 也有安心就業計畫來進行補貼 如果有減班休息的時候 我們會就他原來的 投保薪資跟減班休息以後 投保薪資的差額 我們會補助50% 讓勞固雙方能夠共度難關 如果以勞保最高投保薪資 45800元計算 勞工因為減班休息 投保薪資變成23800元 中金差額就是22000元 計畫將補貼50% 最高補貼金額就會有11000元 基本上我們這計畫都是3到6個月的期間 我們會看疫情的發展 再來做適當的一個調整 勞動部表示 新階段最重要是穩固勞固關係 因為疫情總有結束的時候 一旦人才流失 等疫情過去必須重新招募訓練勞工 企業也會失去競爭力 新唐人愛電視林家有黃林峰 台灣台北報導